上面這個水多就是心疼 下面這個兜兜兜兜兜這是老疼 等於說有新有舊就好像一幅人家畫畫是老疼 畫畫裡面不是每個月子永遠都是翠綠色 有些綠葉子是枯的 像是老疼 所以它看起來會老老的感覺 上面這個會抖 那你就把它當成老疼 下面也是有時候抖 短短的老疼 有時候比較不抖 比較心的 就是老疼心疼心疼 老疼一直在交錯 有時候感覺好老好老的老疼 都快乾枯了 有時候又覺得很嫩的心疼 有時候這個藤蔓看起來是瘦瘦的細細的藤蔓 細細的藤蔓 有時候稍微粗粗的 可是它已經長了很多年了 長了數十年了 所以老疼 依附在心疼上面 或是心疼依附在老疼上面 有些藤蔓是主織幹 有些是副織幹 主織幹會覺得怎麼這麼重 因為它已經活了 可能已經到六七十年了 這邊是重的老的織幹 又是老織幹 一直抖抖抖的 比較新 又是一個老織幹 所以你可以 想把它變成藤蔓 努力的把每個藤蔓 表現出來 細的藤蔓 粗的藤蔓 刷下去乾枯的藤蔓 粗糙的藤蔓 線條是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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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講到枯藤老樹婚鴨 小橋流水人家 這裡面只有枯藤老樹 沒有婚鴨 枯藤枯藤老樹 把筆釘進去 才能產生枯藤的效果 吃到枝裡面 讓它看起來 雖然 不是很重 可是它卻充滿了力量 每一筆都要 每一筆都要 不能有一筆懈怠 這裡是比較飽滿的藤蔓 所以它水要多 這是飽滿的 左邊這隻比較粗 長短不太一樣 右邊 右邊 比較細 比較細 這個刷下來的感覺 冷 抖兩下 這個字其實每次寫在耳朵盤 我都覺得有點歪 主要是下面它寫得很小 寫得有點斜斜 所以字看起來其實確實歪掉 好 刷下來 又要來畫枯藤 枯藤 枯藤要抖一抖 枯藤要抖一抖 這是心藤 比較快 這裡又是枯藤 又來個枯藤 細的藤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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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感覺是細細的枯藤 所以都要抖一下 細細的 這裡又來一次 多多多多多 多多多多多多 有時候抖得好誇張啊 抖它有一點不太能適應 究竟平時沒有人會寫字這樣寫 所以說為什麼要建議大家都寫幾種字體 你就會眼界大開 原來書法不是只有你認識的那一種 還有好多奇奇怪怪你根本沒寫過 有一個很高的隱藤 可以查一下 再一次 一會兒 感谢观看